欢迎订阅,我是不会开春人村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后面有点搞笑的伊朗电影《暗影之下》 故事发生在两一战争的时代 女主角小夕 因参与过社会运动被学校视为污点 导致她无法完成学业成为医师 所以小夕只好回家相夫教子 并把母亲送给自己的医学书锁在抽屉里 虽然珍贵但也象征着将医师的梦想一同封起来 然后告诉老公没法完成梦想的无奈 还真是或不担心老公接到冰单后就抛弃弃女 马上前往战场为国家卖命 之后则剩下小夕和女儿小沙母女两相依为命 就在某天小夕接到来自老公的电话 要他们母女两去公婆家住 因为通报指出敌国将对小夕所待的城市发射导弹 但小夕不喜欢公婆也不想离开只想守着家 所以她专心听着收音机了解导弹的状况 可是小沙拿着布娃娃在前面刷存在感好烦哦 不料尽让小夕失控把布娃娃甩飞出去 吓得小沙抱着布娃娃躲到床底求的安全感 小夕也很快反应过来伤害到了小沙 想要拿苹果安抚受伤的女儿 却在此时外面传来巨响 因为敌国打来了得赶快去地下室避难 可是小沙想拿回还在房间的布娃娃 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地动天摇后 小夕赶回房间找小沙她早已吓到昏厥 索性在小夕的呼喊及呼巴掌下清醒过来 只是她口中念念有词声称看到了恶灵 但就在这时楼上邻居跑来向小夕请求救救自己的父亲 虽不是医生但至少学过医疗知识 到楼上后哇 导弹硬生生直挺挺的插进人家的 民宅里不管这么多了 小夕赶快当邻居的面对邻居父亲做起 嘴唇碰触运动至人工呼吸 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心肺复苏数 但遗憾的是最后人回天罚数 后来政府派人将导弹移走 居民则用大帆布把洞盖起来 但小夕家客厅的天花板被导弹撞了个大裂缝 伴随而来的将是一连串的怪事 这起事件后小夕都会在家 跟着录影带跳美国韵律舞界以舒压 隔天楼上的邻居前来向小夕道别 要回到家乡把死去的父亲埋葬 这之后其他邻居们也纷纷搬出了公寓 来咯来咯怪事来咯 首先小莎的布娃娃无缘无故失踪 然后半夜三更小莎不断拍门企图想要出去 因为布娃娃从天花板的大裂缝被带走了 小莎要去楼上把她带回来 而小夕只认为女儿被导弹吓到压力太大所致 另一个怪事是小夕的韵律舞露营带失踪了 这就算了小夕从电视的反射看到天花板裂缝在抖动 再回头看却什么也没发生 隔两天后正在做饭的小夕意外在垃圾桶里找到露营带 家里就他们母女两枚别人了 气得要去找小莎理论 可是小莎又不见人影只听见她正拍打楼上的邻居家门 说是要把布娃娃拿回来 但楼上的邻居已搬走了 更恐怖的是小夕晚上睡觉时脑弓怎么在旁边 她应该在军中才对呀 然后脑弓一个滑布躲进被子里 接着压在小夕身上不知道是不是要做羞羞的事 抱歉没有因为那个假脑弓消失了 为了平复心情之号来跳没有录影带的韵律舞 村长不懂小夕为何还是坚持不搬去跟公破柱呢 直到最后一户邻居都要搬走了小夕才意识到 得赶快收拾行李离开这个鬼地方 而小莎跟她一样坚持坚持要找回那个该死的布娃娃 小夕也按捺补助情绪对她破口大骂 觉得委屈被欺负时就是要回 然后小夕就回房间发现自己也有很宝贵的东西 就是母亲给的医学书 所以她和小莎约定好一找到布娃娃就离开这鬼地方 无奈之下小夕开始帮小莎找遍每个角落就是找不到布娃娃 那就先睡觉吧可半夜一个裸体老头 近站在房门口看着他们母女俩 等小夕追到客厅时老头已从天花板裂缝逃之夭夭了 待她回过生小莎却在房间自言自语 不对她在跟墙角的lady说话但没人啊 吓得小夕抱起小莎就是往大街上逃 过于匆忙小夕忘记自己的头巾儿子要警察带回警局 在伊朗的女性没带头巾出门可是违法的 不过至少在警局过夜总比回家看到辣眼睛的东西好 隔天回到家的小夕利用胶带封住天花板裂缝 以为可以阻止奇怪的东西入侵大错特错 此时一阵敲门声吸引她透过毛眼看到一个影子经过 小夕开门追上前去看到底是谁乱拍老娘的大门 当她回头一个床单魔鬼闯进她家 原来她就是小莎口中的恶灵 据吾顶所谓的是要找替死鬼 不过好在小莎来帮小夕开门 但那个床单魔鬼也不知去向 小夕不得不相信恶灵的存在了 到了晚上家中窗外飘着一块黑布 迫使小夕到顶楼查看 那块布就是之前盖大洞的帆布 而她却从大洞里看到了她的医学书 不对书应该锁在抽屉里呀 于是小夕回去打开抽屉一看 床单魔鬼这个贱货竟然用下三滥的招数 把布娃娃之姐藏在这企图嫁祸给她 嗶嗶警告一次 搞得母女俩差点决裂 为了不争的决裂 小夕又拿出胶带要把布娃娃粘起来 一定有赞助 年好后母女俩终于和好了 而空袭警报也响起得赶快去地下室避难 来到地下室后 小夕不断听到楼上传来声响 像是小沙的声音 而地下室的小沙竟然趴光 楼上那个才是真货 你这个假货给我滚开 我要去找真货小沙 回到家后发现小沙躲在床底下 要快点拉她出来 但这个小沙嘴巴好大 还会拉人头发 这个床单魔鬼真的是贱货耶 嗶嗶 再警告一次 小夕赶快回到地下室 因为这个小沙被你踢到流鼻血 才是真货啦 但很快的床单魔鬼 从后面偷袭将小沙吞噬 维母则抢小夕赶紧 撕开该死的被单救出小沙 但不妙的是 当他们准备离开 是被单变成沼泽 小夕的双腿正在下线 小沙见状 赶紧伸出手手将小夕拉出 她一定克了什么给船长来点 故事就在母女俩开车 撞开解不开锁的大门逃离出去下结束了 船长认为这部外表看似恐怖电影 骨子里可是在讽刺 一郎女性遭各种社会歧视的压迫生活 就像被床单魔鬼不断缠着一样 如果喜欢船长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加铃铛 就就不会开车人船长 我们下次见